如果认识不清 内心仍是挣扎 不用上天来考你们 你们自己就把自己给考倒了 所谓尽心尽力 就是对道场尽心 对众生尽心 你们身为坛主讲师的心 尽了多少 力尽了多少呢 今天如果你们真的是未到 就算是病痛了 也绝对不会怨上天的 若是只挂个坛主讲师的虚名 这是不会成道的 修道不外是牺牲奉献 只有牺牲和奉献这两件事情 为师希望每位徒儿们都能够尽心尽力去报恩了愿 为师也曾经说过 你在那个佛堂里是一个领导者 你是个坛主 你领导好了就是公之手 就是一个佛头 你给人当务造罪了 那么你就是罪魁 要记住啊 当一个点传师 他们也是在摸索 也是在尝试 也是在跨出成功的第一步 那么接下来要承担责任 担大梁护大局的人 就是讲师坛主咯 对吗 讲师坛主有什么重要性呢 比方说 今天点传师要坐下了 讲师坛主就要赶快 趁在底下做垫子 知道吗 你们何德何能 可以趁在为师的底下做垫子呢 点传师就代表为师 对不对 今天什么叫公心 公心就是不分笔不分词 这叫公心 可是看看你们 今天半道半着半着都变人性了 看这个点传师好 你才去做他的垫子 看那个点传师不好 你就不理他 这样子就没有公心咯 当你用你的公心 去做垫子的时候 就是和为师一体 因为点传师就是代表为师 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啊 点传师做不好 我这样子去衬他 去做他的垫子 下面的人骂的又是我 我真是冤大头啊 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师是冤大头 你也是冤大头 那我是技工 你不也就是技工了吗 为师希望你们真正改变一下自己的作风 真正去脾气 改毛病 以迎接新的生命历程 不然就算为师再问个千次 百次也没有好处的 听了被指责也不好受啊 回去还是依然顾我 那么学到又何必如此呢 不学不是更轻松一些吗 根本处要从自我的彻底改变做起 不必人家从外面一再地指责你们 就算听的人会不好意思 讲的人都讲不下去了 还要为师如何来说呢 你们修道学道 要常有报恩 忏悔 惭愧 公正的心才可以啊 那么如何来报恩呢 你们要好好的负起职责 聊使命 忏悔 门心自问 愧对职责了吗 是不是愧对师尊师母了呢 你们的心都公正了吗 身为坛主的 有了这个毛病 跟点传师不合 只看人家的毛病 你们想想 你们的职位是这样来担的吗 你们并不是不用心啊 而是不用在应该真正用的地方 批评点传师的不好 传给道卿去听 你们这样隐恶扬善的心 又到哪个地方去了呢 如果你们的佛心显现的话 就会看人的不顺眼了吗 那全是人心 人心 人心 女用事啊 如何来带人 如何来架好法船呢 什么是人事 就是先做人 再办事 如果大家都会挑这个 挑那个 那还算修道人吗 修道就是要把不圆满的地方补足 把不好的去圆融 上下同心 和气一片 那才是修道啊 托尔当了坛主的职位 还会和道不合 这是会阻碍道物推展的哦 那你是帮助为师 还是在帮谁呢 坛主的目的是 住师救世 但是有太多坛主 不明理的 就开了佛堂 谁去成全他们呢 这会不出问题吗 难道开了佛堂 就一定平顺如愿吗 太多坛主经验浅缺 信心未定 不明魔考 有谓无德 典传师也没有尽到他的责任 作为坛主的 要内外兼修 己证证人 己诚心证 一言一行都谨慎了吗 能报道奉行 始终如一吗 时刻要督促自己 不用别人指责 不然 你们修的痛苦 办得也就不称心了 如果 修到修得如此的心态 那不如做众生凡夫去 还更好 不会造那么多的罪 你们要知道 修到是很单纯的 就是一个公心 佛心的流露 这样就省了不少人事上的问题 一人一个心 怎么会没有事呢 有了人心 才会不同啊 你们就是改不过来 以后 自己一定要记住 有心要办到尽一份心力 就要彻底地去改变自己 以免影响得到场 要知道 有情无情正反顺利的魔考 如果心态 如果心态改不过来 那么就会糟考了 因为 你一个人而影响道物 道场 那么 这个事情也就严重了 把职责使命做好 不属于你的事 就别管太多啊 一方道物 能否兴盛 红斩 只看待坛主行不行 不管丹的职责是什么 不外 就是修道跟行道这两码事 修道要一心三昧 行道呢 要一场三昧 坛主啊 才不会愧对 有坛主之名啊 徒儿们 你当了坛主 懂不懂表文呢 也许懂 但就是不知道 怎么开口讲 还是根本就没拿起来 看一看 人家来求道 不管今天你是开示道义 还是讲三宝 你得跟人家讲清楚哦 除了表文三宝 这先天大道 怎么会这么平平凡凡 降在百姓人家里面 你得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人家 不要老是等到法会的时候 再带人家去听 这样太慢了 如果他活得不长久 求道后没多久 就归空了 那你岂不是害了人家吗 一个人有两只眼睛 看得也是有限 可是如果今天 再多几个人来帮忙思考这件事 是不是就可以办得更圆满呢 我们虽然很有才华 但是事情我们还是要分配给人家去做 咱们得要懂得帮助别人 并不是说今天我力量很大 我可以一只手把天撑起来 其他人你们就坐在下面乘凉好了 虽然你这个心很好 但是做法却不太对哦 难道你一个人行工就好 别人就到旁边喝水去了 是不是啊 那你还能慈悲吗 你还说是度人救苍生性命吗 开荒必备智人勇 徒人们啊 你们可知道 在先天道场 白羊弟子最大的险话是什么吗 为师告诉你们 在白羊道场天道弟子的最大险话 就是你抛家舍业之后 还能有钱用 还有一个险话是 已经病入膏肓的人 只要你发大心愿 病都可以好起来 这也是白羊史上的另一件大险话 这些你们有没有听过呢 另外一个险话是 你们有三分心 天助七分礼 对不对 这些你们都听过 为师今天只不过帮你们复习复习 现在的问题是 你们都怕舍出来以后 先佛的险话 如果不在你的身上 那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白羊史上最大的险话是 你舍出来了 上天不照顾你呢 没有吧 那你还犹豫什么呢 其实这都不是问题 但是这个话有时候 也不是你们点传师 所能用这个样子去跟你们讲的 要是点传师这样讲你 你就不平衡了 可是如果今天换成了仙佛菩萨 来这里讲显化的事迹给你们听 你们就会笑得很开心了 对不对 今天 尽本分是很重要的 为师没有叫你们不顾本分 但是 了不起就是了不起在白羊史上的那些 成仙作活的仙真菩萨 他们不但能够出外开荒去度化众生 同时 又能够把自己给弄得妥妥荡荡的 如果你们能够做到这样 你们也就不简单了 土啊 咱们要往好的方面去想 能够往好的方面去想 那么也就没有问题了 如果你一直把事情给严重化 想多了 那么就会有问题咯 你们立身于红尘 有父母 有亲朋好友 与你们相处在一起 这全是因缘聚合 臭在一块儿的缘故 有一句话你们一定听过 也就是 无业不转人 今天 你好不容易因为业而转了人 而你如果还想转佛 是不是会很难呢 想一想 当你发佛心 起大心愿的时候 当然就会有外力要阻挡你了 那么 要怎样才能够超然 才是真潇洒呢 你们可知道吗 为师告诉你们吧 潇洒就是只有一句话 放得下 拿得起 就是如此而已啊 徒儿们 你们知道吗 今天已经实不我语了 不是为师不愿意和你们更亲近 相处得更快乐 而是徒儿们应该清楚 实不我语啊 希望此时此刻 咱们相聚在一起 徒儿们能够再接再厉 能够再冲刺 能够办的 就好好去办 明白吗 再来的几年 灾节会来 有天灾 有人祸 此时 事事难遇掉 所以 为什么 前几年 先佛灵坛 总是 叫你们 能办的 就去办 赶快往四处去开 能做的 赶快去做 能度人的 多度人 每个人的心 都变好了 灾节 自然就会消除 消灾 喜考 但是脚步还要再加快一点 这个时候不能慢跑咯 慢跑就来不及了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以德福众 平等同事 你们一定要记住 名师虽然只有一个 教有千万里 但根不可断 所以在道场中 一定有一代一代 相传相言的人 凡是跟你们入道修行的 你们都有责任去 关心人 爱护人 去辅导人 你们凭什么来辅导人呢 就凭你们的诚意 正心 修身 以德而普照 为师是希望你们 不要当一个有其名 而无其实的代理名师 所以前嫌要选择一个能赴这个大任的人 并不是你入道资深 就有资格当代理名师 徒儿们 记住啊 并不是你入道资深 才算有资格称代理名师呢 而是以个人的修身 品德为主缘 来几利利人 几达达人 你们今天年纪轻轻 就可以禀赴着上天的明命 是因为前人看你们 有这种忍耐心 慈悲心 道心 才引渡你们 推荐你们为众生的模范标杆 所以你们要立众生的模范标杆 不要轻而易举地让人给推翻啊 徒儿们 既然已经领了为师的命 就要知道去开创 要知道爱群生啊 虽然你们相识无几人 但是耻心表上天 也是只有一个成字 他人如果能够度上几千个人 那么你只要一个成圣人 就可以了 此话怎讲呢 因为上天取的是你们一颗诚心 而不是看你们的功德有多寡 上天只怕你们造过多 而不求你们行功多 这句话是为师最切身 最由衷要告诉徒儿们的 无过便是功啊 为师最担心的 就是徒儿们 是好为人师 称自己比别人能干 称自己才是比别人还要高 称自己是身为电传师 说我所讲的话 你们一律都该听 这话是不合乎道理的 如果你想让有知识的人 跟你们学习就必须要做到谦卑和爱 不持下问 不要说你们今天是点传师 就不敢请教后学 如果你们能够承担代理 明师这个天命的 那么为师所取的并不是学士高低 要知道 佛法平等无高下 只是在德性的差别而已啊 所以先知者就要有责任去引导后知 而先觉者要觉后觉 虽然你们都是我技工的徒弟 个个为师我都不舍弃 个个为师我也都容纳 但是你们自己会轻弃自己啊 所以为师我就不得不特别地交代你们 特别地嘱咐你们啊 徒啊 你们都是为人师表的人咯 就要以人师的表范 标杆来利于人前啊 如果你们不懂 就要求问于他人 这并不是丁见的事 也不是羞耻的事 这是达学啊 今天上天授命给点传师 点传师就代表着为师 所以做事情 处理事情 就得要合乎天心 如果说 只会以自我为主 不要以为点传师犯了错没关系 反正大家都在修 难免会犯错嘛 要知道 不顺着天心来做事 做错了 一样要关天牢啊 咱们修道不认人情 如果顺着人情修道 就不叫修道 咱们做事 要当仁不让 是对的 要赶快去做 如果你一犹豫了 机会就溜走了 如果脾气毛病 不赶快改掉 上天选金拔萃 一样会被淘汰的 各父一方的点传师 要懂得放下 放开 责任该给别人的 就要给别人 别老往自己身上来搬 那你可会累得受不了哦 你们这些点传师 责任要负给人的 要看清楚 这个人可不可靠 办事能力强不强 有没有做过 做得对不对 好不好 更要懂得发掘人才 上天有人才给你们 不是没有 只是你们不发掘 不去关心罢了 今天 咱们不要太刚 也不要优柔寡断 处理事情要公平 重庸 这才是最重要的 要公平 不公平 怎么做我 技工的徒儿呢 你们说 是不是啊 你们都说 你们是小技工 怎么领了天命的人 做起事情来 却是不公平呢 这样 下头的人 不是要讲话了吗 你们不可以说 今天愿意跟我去开荒的 愿意跟我来办到的 我就对他特别好 这样 只能成全一时 但却不能够长久的啊 如果你们成全了一个人 但是同时却也考导了其他的人 这就像 你给人家出了一个考题 给人家给仗住了 那么 你还领什么天命 救什么众生呢 你们说 是不是啊 今天 你的德性要够 你才能够去化人 你才能够习事评考 德性不够 你又怎么能够说 人家处处阻挡你 跟你做对呢 你们要懂得感谢考验 是考验帮助你们成长 也要感谢所有的事物 感谢上天 因为有了这么渺小的自己 才能够办上天的事 如果你们能够立大志向 能够做大事 还能够去救人 那么 更何况办的是 惊天动地的三朝大事 办的 这并不是儿戏 这些 你们全要感谢啊 从前的天命 是用传的 现在的天命 却是用夺的 用抢的 徒儿们等要知道 现在的道场 一直在颠覆着 在坐着地震 如果一个个不领导好 不认清楚 到时候就到不了礼天哦 虽然你们都是点传师 都是领命来办道的 但是可要知道 身为点传师 到达礼天的 有几位呢 可以说 很少啊 你们不要以为 身为点传师 就不会再来 投胎转世哦 一样还是会下来 转四生六道的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你们自己 不觉 不觉不悟 一昧的外求 你们是办什么道 有道 就要有德去培养 而不是点人头哦 因为身为点传师 是领导人走上正路 要带人到达礼天 可是你们就像盲人 骑虾马 领着一群盲众 那会形成什么样的局面呢 倒是越低下才越有道哦 有其德 而无其位 人家会尊敬你 你有德性 你不用说的 不用命令的 大家自然都会归服你 但是 你没有德性 空有其位 就算你用权 用争夺的 也是没有用啊 办到不愁没有人 哪怕后学都跑光了 只剩离人 自己一个眼罩办 不一定要靠人办 要记住啊 靠人人跑 靠山山岛 越精明越能干的 你们越要小心 谨慎才是啊 谁跟谁修呢 你们老前人归了 跟谁修啊 是不是跟你的自信老母修呢 这是你们的自觉本心 你的良心本性本能 它是具足万法的 它不是无生老母 那么又是谁呢 所以 你们每个人 每天都跟着 你的无生老母 一同吃 一同睡 一同穿 结果呢 都忘了有老母的存在 因为人啊 都有那个我字 四大假和的我 存在啊 所以就忘了那个 真我的自信老母了 徒儿们要知道 收缘是收自己的缘 不是有一个祖师 或是老师 带着你们收缘 不是这回事的 弥勒世界 大同世界 是由大家的觉知 所促成的 假如大家都存有道心 一股和气 便能够形成了大同世界啊 因为那个时候的世界 是不争 不躲 不强 现在 你们每一个人 都是背负着使命 你们的出发点 都是为道好 但是 你们所作所为 都有所偏差了 既然有所偏差 便成不了道啊 仙佛也曾经好几次 说要你们改毛病 去脾气 结果呢 你们的起心动念 三心四项 仍然一大堆 都是邪见 不要高兴认为说 我现在已经领天命了 要知道 有的人虽然没有领命 但他一样能够成道 而有的虽然领了天命 却成不了道啊 徒儿们 你们想想看 像你们的老祖师 以前是煮饭的 现在的点传师 太好命了 都要人家服侍呢 这不是道哦 现在的办事人员 也不是光服侍点传师 三才 前人 因为不服侍他们 他们不会退制 要是会退 也是没有根基 而是要服侍照顾 新晋之辈 因为他们礼不明 所以要哄着 护着 碰着 倒上明里之路 但是 你们却是颠倒着来 所以 这是领导者领导的偏差 不合理 不合道 他到不了理天 你们也到不了理天啊 所以 身为新晋的点传师 要学的东西很多哦 更应该虚心赔得 什么事都得自己来 后学没做的 你要抢在前头做 打毛巾 撒扫 有没有做过啊 不要一副 不可一世的样子 一副权威 权势 这样 不是自我淘汰吗 徒儿们要记住 上要报答 天恩施德 中要报答 你们老前人的大德 下 要感激栽培你们的 前贤和点传师们哦 时时都要怀着 感恩报恩的心 对道要忠心耿耿 始终如一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啊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挫折 只有稳步前进的意志 没有退缩的念头哦 身为点传师的 对道和教的差别 天理人情的差别 正与邪的分叛 要弄得清楚 要去除我思 我执 我慢 要明道 陪德 以德化人 以菩提心 来承担使命哦 你们身为点传师的 乃代表天命名师 代表师尊师母 因此 言行举止都要合中合理 尤其在国外半道 代表着天道 一切都没有 一切都没有个人的名誉问题存在 个人与道场是合一的 个人的荣誉关系着道场的荣誉 因此 在国外半道 一条金线要把稳住 道卖源流 应该实时阐述 阐述你们老前人 前人 点传师 来台湾开荒 颤道的经历 因为你们有前辈的牺牲 才有今日的大家 这是饮水思源啊 如果在国外只有自我 私我 那是本末导致 道会绊不开 会失败的啊 徒儿们 你们懂吗 徒啊 你们若想争权 想贪求名利 立位 就已经失去了 菩提本心了 这是人心 邪心在作祟啊 枉费了 在道场辛苦耕耘一场啊 徒儿要记住 有目的的 就有烦恼痛苦 无目的的 无畏无求的牺牲 才会有代价 因此 为其无私 而成其私 功成而扶居 才不是身为领导者 应有的胸襟啊 你们当点传师的 懂得点传师 这三个字的意思吗 你们师母已经讲过了 但是为师今天要再讲一次 大家要支点成面 纵横四面八方 包含宇宙 迷之六合 卷之退藏于命 能生万法灭万法的是心哦 所以 所以 点 是直指人心 要见性成佛 是以心传心 所谓佛佛为传本体 师师密附本心 你的本体 是自信佛 是无声 本来就具足 本来是至清净的 本来就无声无灭 绵绵若存 诗是传道受业解惑的名诗 你如果能够不知不明 能够自觉 便是天人诗 无上诗了 所以 点传师的使命 就是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传无上妙法 在点道传道的过程中 契机而得 让人人能够明心 点传才能心安 能够心安 才能理得哦 能够做到自觉觉它 才是真正的点传师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eginning 马里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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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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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大家好,我今天讲一个题目就是浩然之气 这个浩然之气呢,就是出自在四书之中的孟子 孟子呢,里边有这种浩然之气 这一段是出自在公孙丑篇,是第二章 公孙丑呢,他是孟老夫子的德义的一个高主 他呢,有从政的这种才能,可以说是很会做官 能够帮助国君处理一切的国事 有这么一天呢,公孙丑就跟孟老夫子说了 老师啊,我请问您呢,您有什么长寿呢 孟老夫子回答说 那我呢,就是赡养我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接着就问 老师啊,这么叫做浩然之气呢 是不是您老给我解释一下 于是乎呢,孟老夫子就把浩然之气 这种意义,很精益的阳述出来 我们大家讲诗,点声师们 我们讲到时候,时常的引用 哎呀,孟老夫子的善然浩然之气 这句话好像我们常常听到 所以呢,我们就简单地来解释 希望大家都是修道办到 点声师,讲师,谈足 能够学习孟老夫子的浩然之气 能够,当然就是修得好 那么办得好 然后呢,又说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孟老夫子就说了 难言也,哎呀,很难讲 气为气也 这个浩然之气要是解释的话 它是一个气的话 可以说是至大至刚 你要是知养 一直养它,而不伤害它 它呢,就用浩然之气 就可以充塞于天地之间了 那么公孙仇就请问孟子 什么是浩然之气 孟老夫子就回答了 浩然之气就是很难说很难说 也很难形容它 它呢,非常的大 大的呢,没有办法形容 无穷无尽,也没有限量 那它呢,也非常的刚强 它是不会取也不会熬的 你只能够一直地培养它 一直地养它 而不可以间断 而也不可以伤害它 这样子,能够持续去做的话 这个可以充塞于天地之间 那我们怎么解释呢 今天我们都是修道半道 老师,名师,慈悲 给我们开了这一个窍以后 那个窍我们都知道 就有一点火光显现出来 那么我们呢,就往自性 例如存养它 存心养性,修心练性 要存养它 那就很容易了 你若是偏了 离开了 你就没有了 所以呢,他取它 就是用之不尽 可以说取之不戒 取之不业 用之无穷 这种佛光是可以培养 也可以是佛光啊 虽然是佛光呢 就要培养它 慢慢地修 慢慢地办 慢慢地行功 而这个耗人之气呢 就是我们的佛光 佛姐讲佛光 若姐讲的是耗人之气 那么耗人之气呢 要怎么样培养它呢 那就是说我们修道人 随时随地 我们的心就要正 心保持的光明正大 坦荡荡 养不愧一天 富不住于人 随时随地 心都要修啊 去 去作留情 你要是这么样修下去 你心之余外 一定是一个正人君子 非常有修养 有德性的一个人 你要是进一步 随时随地 去帮助别人 来学圣贤 你自己学圣贤 你就要帮助别人 也学圣贤 也学 学菩萨 我们在自己在发心 随时随地 发这个佛的 至高无上的四 无量心 这四无量心 就是吃 悲 洗舌 那我们的心之余外 就是大功无私 见到成到 要是谈到一个德性方面 内 内在 你有内内的德性 外边 外在 有外边的德性 内有内的功 外有外的功 这就是培养浩人之气 可是我们 要小心 浩人之气 很难养它 可千万不要伤害它 伤害它呢 就是怎么伤害呀 就是我们内心呢 常常起无名 无名啊 也就是常常 有一种多疑心 怀疑心 嫉妒心 怨恨心 不满心 实际 以这个小人之心 来堕君子之意 这都是不应该有的心 那我们对别人 都不能信任它 你就是这点小事情 你看认为不算什么 那就是伤害了你的浩人之气 浩人之气 只能够养它 绝对不能伤害它 也就是说呢 伤害你 伤到你的心了 你内心已经不光明 已经不正大了 不但影响浩人之气的 这种又刚又大的气 而且呢 你要是再继续想 继续想 就这个气啊 慢慢就消热 就消热 减热 所以我们要小心啊 要小心谨慎 一直支养而无害 一直养它 不能伤害它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一个功夫啊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七位气也 配育于道 乌势雷移 就是说呀 这个浩人之气 是配合一切的正义 跟这个大道 就是一心修道办道 替天行道 那我们呢 暂时没有求道 那怎么配合道呢 如果知道的 到底根本呢 像我们 佛光的种子 叫它怎么样 能够壮大呢 如果我们本身有求道 又能够配合一些的意义的 呵护道的事情 做外在的功德的事情 又要培养 这个浩人之气 那就太快了 这个浩人之气 一直养它 一直养它 不伤害它 它是一致的 就大起来 一致就强起来 应该讲是很容易的 如同呢 我们自己啊 如同说 比如说我们养我们的身体 养我们身体方面 大家都希望身体健康 是不是 所以呢 每天吃的东西 都要讲营养 什么生机饮食 注意卫生 什么多种维他命 什么蛋白质 油脂吸收一点 拉捏得很好 要喝水呢 现在都是流行什么 喝健康的水 还有喝黑麦汁 白麦汁 这都是健康吗 现在这个肮脏的水 我们不了解的水 都不敢喝了 这什么原因呢 就是避免伤害了身体 那今天我们吃东西时 都这么样的注意营养 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身体健康起来 哎呀 多活几年吧 人生难得呀 但是我们修道半道呢 应该是以爱护的身体 当然要爱护 那进一步呢 也要爱护我们的慧命 要知道啊 生命是有限的 慧命是无穷啊 这样子不能 不能以天地之间的 这个义离 正道 让慧命 不给他影响 养得很强 很大 很刚 那么浩人之气 也就是雷乙 什么叫雷乙呢 雷就是卧了 就是这个 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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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现在 我们要是修道半道 大家 要小心 应该立志向 小心 内心想的事 不要胡思乱想 讲的话 要善思而后言 做的事 要善思而后行 对道理不合乎道理的 对人不合乎理的事情 对自己不利的事情 我们统统不能做 要一切的避免 战战兢兢 如林神远 如蕊不兵 小心谨慎 所以浩人之气 那就是这么让养下去 不然的话呢 你随便讲话 随便想事 随便做事 这消的很快 因为这样子 大家要随时随地 注重修养 所以孟老夫子的 就是征征征征三行 厌老夫子的事物 时时刻刻 要省察自己 所以浩人之气 它不会减少 也不会减少 慢慢慢慢 还是自然增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这个气啊 是记忆所生也 这个浩人之气 是继合一切的义理 道理 一切的功德 所积累的 所生出来浩人之气 又说呢 非易戏而取之也 心有不确于心者者雷也 这是怎么解释呢 浩人之气 要充塞于天地 好像是佛光啊 又大又圆又亮 哎呀 典神师啊 修你慈悲啊 给我佛光普照啊 给我们照一照吧 给我们讲讲道 成全成全吧 所以我们要是自己自我检讨 我们自己修得好不好啊 内功有没有啊 外德有没有 是是是是 有没有啊 自己都没有的话 你怎么去给人佛光普照 你连自己都没有办法 你怎么照亮别人 所以佛光普照 一定要有浩人之气 浩人之气 你慢慢养他 你怎么养呢 就是记和呀 一切的人意 成人就意 随时随地 做仁德的事 义理的事 就要兴功内德 由小功小德 慢慢地积累的 大功大德的事 如此呢 他就这个浩人之气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光 越来越亮 这并不是表面的功夫啊 他要这个非易戏而取之也 戏是说呢 戏就是偷戏 偷戏啊 偷戏就是 今天我高兴时 我就做一点 这点好事 文德事 我就不高兴了 一闹情绪 我就不做了 他就休息吧 所以这就说 浩人正气 不是高兴的时候 做一点 两点 一件两件 好事 就可以偷到了 这不是偷然得来的 而是记忆 不断地积累一些的异形 身好心 讲好话 办好事 度好人 讲好道理 这样子就是日积月来而成的 如果我们一个人的行为 加持不能够谨慎 不能够小心 讲话不小心 做事 做事 不小心 那你要这个 匆匆大意的 不小心 伤到人 伤到事 伤到自己 那时候 我们你们的 我们良心 一定会受责备 就是修道办道人 很敏感 随时自我检点 检讨 就会我们自然地 不满意自己 觉得我们内心 很有愧疚 很惨愧 那就自己 对自己不满意 就很不高兴 我怎么这么样 不争气呢 前两天很好 这几天又是不争气的 还是随便讲话 随便做事 随便想事 如果这样子呢 要小心了 争气就会消失了 如果我们是 大家是真修真办的人 随时随地 要提高警觉 当我们立场不同 现在说什么 中子班 义子班 提拔到摊足 讲师 点穿师 那立场提高了 会影响到 影响到别人 那所以我们的心境 也应该随时 都要提升 随时要保养它 绝不可以伤害它 一定要是行功 利得 不断地行人 就义 这就是有功 常常你 见功利得 自信一定会光辉 自然有光辉 你们的讲师们 不是常常 讲到 隐正一个故事吗 苏大仙说过 记守天外天 火光照大仙 八方吹不动 端坐紫金脸 这个都会说 可是佛印 参师 回了一个字 这个字不好听 我不愿意出口 你们都知道 结果呢 那就回答了 八方吹不动 那下边的一句 你自己猜吧 那就是我们修到 没有火候 修到要有火候的话 要八方吹不动 八方吹不动 你才是有火候 你才是端坐紫金脸 就说不要因为小事情 你就是不高兴 你就欢过去 你就是不 你就是若是 你就生非的 那就是受考 那都起对待 要八方吹不动 就是练火候 练火候 我们人的这个环境 随时随地都有变化 不是说一路顺风 有时候顺风 顺风来的话 顺来就逆受 如果有逆风的话 逆来就顺受 一步怎么样的顺利 我们就不动于衷了 内心不动 还是我是这样 我还是这样 经历其考验 这才可以慢慢地培养成的大功大夺 你才有成就 你才成功 那就是一切经历其考验 所以我希望今天各位 点穿石 讲持 谈足 一个修道人 都要赞养好人之气 一定要兴功利得 培养好人之气 有光辉 能够照亮自己 照亮别人 将来 将来道成天上 名流人间 这才不会 白修 不会白奉献 才能够成功 大家 你能够成功 影响道场 大家都成功 那就是功德无量 好 那就给大家接缘 讲一堂课 就是静静静 这个静静静三个字 我想呢 是我们修道的三步功夫 我们是一个修行人 不能够忽略自己 也不能够不重视自己 应该培养静静静 培养的静静静 才能够说有浩然正气 有那种威严 来修道万道 这三个字 大家会知道 因是相同 字就是不同 那么第一个静 就是公静的静 第二个静 是清静的静 第三个静 就是干静的静 因为是因同 字不同 所以它的意义 也就不同 先谈到我们这个静 就是这个静 是公静的静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修道人 应该要主静存成 所谓主静存成 你就要诚实 内心非常的诚实 没有一点虚伪 又要遵贤 你诚实的人 就要尊重 有修养的 有德性的人 人如果对先佛 表示的是主静存成 很有静意 如果常常这样的静意 对其先佛真净 那先佛一定会帮助你 所以自古以来 先生先贤 所传授的一个根本源头的真理 我们都是谈到这个静字 这个静字呢 就是很重要一个关键 我们修道 叫尽我们的心 尽我们的心 就要静守此心 静很純静的 守住我们这个真心 守住我们的本性 那么守住我们这种道心 如果我们守住我们的真心 你的心就能够定 有定力的话 你修道经理期考验 经理期磨练 就自然没有一切的障碍 你不尊敬你的佛心 那你的心就不定 不定那就是障碍就多了 如果你修练一切 后天不好的习气 不呵护正气 正气的气 不呵护正理的气 正气的气 不是好人之气 我们必须 以这种意志力来相扶 意志来相扶他 这样子 使我们的心平气和 修道不容易 要有功夫 功夫就是要相扶你的心 相扶你的身 如果你一个人 心扶气躁 虽然是修道半道 你做也做不住 你站也站不住 心里面不知道做些什么 没有一个归向 你就不能安心的定性的 在自己的刚位 我们不是说 素其本位吗 再其位摸其正啊 那你天天 你就不知道 在做些什么 总是心服气躁 你就没有一个静的功夫 我们一个人 应该修道人 修行者要有动有静 动静之间都要主静存存 动这个时候也要静 静 清静的时候也要静 什么事情都会静下来 静下来以后 你就血心就不动 人心就消失 没有善 没有乐 完全是道心荣识 那道心荣识的话 那你一定事情都可以成功 办什么都可以成功 所以 只在一个静字 而失败呢 必然是一个慢字 慢就是怠慢一切 不重视 一切疏忽 一切不重视 所以我们的心呢 就很容易被摇动 受到外在的这种感染 诱惑 你的内心呢 一天到晚夭夭白白 没有定 没有定 如果我们这个是 真的修得好啊 修得好很有定力 经常有说过 定力如山啊 磨绕不乱 这句话要有功夫啊 定力如山 磨绕不乱 外在的一切的干扰 干扰不了你 就是 每一色现在你一千别 也不会动于中 泰山崩于前 也不会动于色 这叫经历其任何考验 这就是了不起 一个人如果没有定力 就容易昏沉 就容易迷媚 就难以清啊 难以明 没有呢 主静存诚 由这个静字 达到的明 所以我们要有这种 慎多的功夫 不能够随便 动念头 随时随即 注意自己的思想 注意自己的思想 不能动一些 邪心啊 邪念啊 扎念啊 扎思啊 都一切都 没有他 脑海里边啊 就是好像是 我这样子 小心 好像是呈现一种 失职眼睛来看着我 失职手来指着我 哎呀 你要小心了 不要随便动念头了 这就是 慎多的功夫 这是慎多的功夫 很严格的 要归虑自己 一个人走近 内心 内心 静于心 心之于外 就是静于身 那你的身体 表现的事情 时时刻刻 静于人 静于事 就是你主要 要静于你自己 对先佛 更要尊恭敬 如果这样去做 每天每天的功夫 是主敬存诚 日久天长 那你自然就身体强健 强健的身体 浩然正气 就很有魄力 就很能办事 所以你能够 仁德的心 待人的话 以慈悲的心 来帮助人的话 那当然 人人都喜欢你 广皆善缘 广皆佛缘 我们如果 能够是 能够接受 一些的劳苦 一切的辛劳 一切的劳苦 为道场奔破 劳碌 牺牲奉献 自然就会感动得 人 仁静 身亲 人很尊敬你 鬼神 都很钦佩你 甚至都会帮助你 这都是耗人正气 那我们小心了 你防止你内心的 忽思乱想的欲念 不合乎正念的欲念 贪心啊 妄想啊 异想非非的 这个我们修行人 都不应该有它 不但不应该有它 一点萌芽的机会都没有 就如同啊 那个时候这个功夫啊 就如同是 溺水之舟啊 溺水之舟 你要用力地撑 你这一歇的话 一休息 这个水 哇哇哇就下去了 又冲下去了 这是太可惜了 所以我们要 时时刻刻用力 来拉住它 掌握它 那我们就尽量地 做我们本分 应该做的事 那就是修道 就是修心 半道尽心了 就是在其微 摩其正 每天呢 就好像是 爬了一棵 这个树枝的树 爬树啊 是很困难 修道如同是 爬树 那个下来容易上去难 如果一松手 手耳朵下来 慢慢地爬爬爬爬 越高的话越困难 一不小心呢 就滑下来了 所以很困难 要用小心 要用谨慎 还要用力的方向爬 所以要有德性的一个修行人 有德性的一个君子 处事 每一件事情都要用敬畏之心 所以事情还没办成功了 要如临神员 如垒波冰 要恭恭敬敬办这项事情 要恭行实践 所以这个要处以待人 欢事皆留余地 跟人相处 所以说呢 功不督居 过不推理 焉以略及 如果这样子 事无巨细 事情不管是小 是大 不敢疏忽 大事要谨慎 小事也不要轻忽 老千人说过一句话 老师常常叮咛我们一句话 小事情交给你 你都办不好 那么大事情当然就不敢交给你了 所以这句话讲得非常好 我们呢 有时间多看书 要更努力 所以书中啊 圣人讲的话 都是教导我们 启发我们的话 自己应该负责任 这些事情 我们也要请别人 共同来做 如果这个事情做成功了 我们要感谢大家 如果没有大家帮助来 给我们配合 怎么会成功呢 所以有功啊 我们不要独居 事情做不好 应该在失败上 为什么失败 失败以后好好检讨改善 不应该把责任 推到大家身上 就常常记住 功不督居 过不推伪 这两句话 就可以担当重大的责任 就是得到无量的福气 所以谈到这个敬 就要注意 要主敬存成 专心致志 这样子做 你一定会成功 我可以成功了 我可以成功了 第二个是静 静这个字应该算还是不容易做到 人能够昌清静 天地细皆归 这意思说天地自然都会接纳你 你就自然也会接纳天地 圣人说过定静安累得 这是功夫呢 老师思维传道给我们开的这一个气 让我们知道止于至善的地方 把自己的志向定在一个佛性的地方 二六十颗不离这个 长情长静 你才有定力 你的心这一静 这一清静的话 身体就感觉到很轻 心就不会放纵 立在一个不动之地 那你随时做事情都很自然 很安详 你做事情的时候 你的思考力就很强 思对方面 从你自性之中的良知良能 能够发现发出来 就能够感受到一股很奥妙的一种全缘 妙不可言 在这样子调和你的心 调和你的身 平衡你的心性 如果心有所思 我们这个身体就跟着有所做 所以称于中心有心于外 那你的心身就不调和 要四十和 要有清静的静 能够清静 就是让你恢复你的原来的 冤精 冤气 冤神 清静能够保养你的精气神 使你燕连异寿 思对扎念 会伤害你的心性 这个 所以修行人要特别的修心 修心养性 你要有一颗 如果刻薄 对待的念头 你就没有仁德的心 如果你贪心 取到一个不义之财 不义之物 做不义 应该做的事 你就是不义之人 所以当然就要小心了 所以我们要赡养 好人正气 守住了什么 守住了 忍义 理智 信 这五个字 也就是圣人说的 村心养性 道家所说的武器 朝元 这个理都是一样 那么最后呢 才能够达到天人合一 自信 圆明 智慧 大开的 那个时候 就是清静了 那我们开会 如果我们现在 道场之中的策划 开会 开会你不诚心敬意 不诚心敬意的话 心不投入 心不在焉 开的一半的话 你就溜了 你心就不能清静 精神就生 你这个精神都不能记住 你就没有精神 人家开会的精神贯注 圈心投入 那你在这开会的话 心不在焉 你打瞌睡 瞌睡是借骨头 溜袍 你说这样子 你怎么 是叫做安分守己 所以 人这个精神 就有一种安静 安静 你的智慧 就由于应该你有精神 而生就有智慧 所以一个人 有智慧的人 精气神就能饱满 精气神一饱满 就是有智慧 有智慧的精气神饱满 就是这种互相的 精神充沛 所以日久 年生的话 你都有功夫了 所以如果你内心 你腰摆一个字 贪恋 贪恋的一个链字 腰摆久了 你就不能静 常常干扰你自己 不是贪恋的签 或者是胡思乱想 一种不应该想的事情 这么过去的贪恋 改不了了 其实没事去找麻烦 所以你贪恋有什么用呢 过去的通通都没有了 都不要了 你就十分清静 所以修到 秋季放心了 放心了 身心一切都放下 都放下 你就清静自在 心很静 那你的自性很清 清哲明啊 就可以回复本性的光明 那献出你的本性的光辉 那就叫做妙智慧 妙智慧 所以我们动的时候 不要常常 这个念头在动 不要常常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 那就会造成很多的罪过错 心里想的不好 嘴里讲也不对 表现出的更超越 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所以就罪过错 所以我们一心清静 就有定力的话 很有清静的 有定力 可以照见万物 好像一切 你内心的都 这个思想方面 都是光明磊乐 是自然 我们的一片春意 春天万物 都心心向荣 你讲话也是很好听 大家都接受你 你办事也是办的 都是帮助大家 大家都接受你 所以那个时候 就好像春天了 万物心心向荣 好像一片鸟语花香 呈现一种美景 所以一切微心照 万法忧心生 万法忧心密 一切微心照 这句话 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 也就是说 事来折应 事去折静 我们心中有个宁静 事情来了 我们就办这个事情 事情去了 我们不留意点 是丝毫 有叫做这种 滞留住 这种昌情昌静 这两种方法 第一 要避免 进入 是非之场所 是非之场所 我们不要摄入 不要进去 不要制造麻烦 第二 不进入 事例的场所 事例 有权有事 有权有事 一种场所 我们不需要介入 不需要进去 也就影响你 如果你是进入这个场所 又有权有有事 或者是很有是非的地方 那就影响你的清静 再说这个清静的静置 不是从事寂静 哎呀 就是静静 就是没有事的 都休息吧 那个就是不对的 那就是临时 就是 如果这样子做的话 你就是没有智慧的 临时 做的什么事情 就是匆匆忙忙 应接 也就是 不能恰到好处 也就不能够是 调理井然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静的话 清静的话 自己要有主见 要有定力 这是何等的镇静 你静也可以静 清静的时候 都是一个人 也可以静下去 你动也是可以静 在动的话 我们内心还是清静 不要乱 不要乱 动静都能够笃定 你动静都自如 都能这样子 读读诗诗诗 有定力 这就是证明 你这个人有功夫 不急不躁 有功夫了 那清静无为 可要注意 无所不为 我一心清静了 我吃饱没事 我就睡觉 也是清静 吃饱没事 迷起来 不管事 不跟人相处 也是清静 那就没有用 所以我们清静 是无为之中 要无所不为 办到 要有大无为的经修 什么都无法 办大事的人 都是没有畏惧的心 如同我们一个修行人 以心境 这个时候 无人相 无哪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以无为的心 我们行有为之事 才能够达到 无所无不为的奉献 如果据你 小我 就是我的 就是我的 分比论词 通通都是为了你 为了我 那就不能够做到 牺牲 小我 完成大我 就没有办法 担当大任 人家也就不会提拔你 也就不会遵从 我们尊敬你 说我们办到 受苦受罪 受劳 受毁谤 一切都不怕 要有这种 大无为的精神 如果心里 正不够镇静 不能够清静 不能够镇静 一点小事 就动心 一点小事 就计较 没有定静 这种定力 摸就心里面生出来了 那自信就会提到 战奈 出了种种的魔战 考验 然后就 辗转之间 不小心 不能够宣言内马 那慢慢地就走向 这个 这个警记 堪赫之徒 那就是茫茫然 而自己的考验 自己 以至于左右为难 不知道何去何从 所以不应该是 一点小事 影响到前途 左右为难 无所适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茫之间 在这种情况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茫之间 在这种情况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茫之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茫之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茫之间 最后明天是 杨茫之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茫之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茫之间 我们的身体也要干干净净 没有一些的污染 所以身心意 三叶都是清 都是干净 那你就彻底做到一个干干净净的人 我们内心没有染成 没有炼成 没有染成 也没有贪成耻爱 你也没有怨恨恼怒 你也没有重视恩爱 你也没有九色财气 通通没有 内在的欲念也没有 修炼心性 那就可以反普归真 心清 身就静 性就明 所以身要正 口要静 炼得纯阳之体 我们的自性是洁白的 如同是白欲无想 才能够回归清明之本性 远离一切是非 内心干干净净 心气常常干干净净 自性 活身 就能够经常地显现出来 我们真正的妙智慧 取之不尽 用之不尽 用之不业 如果心里很肮脏 很污秽 气也破了 精神也被破掉了 那你就见不到自性佛 所以修道人 要第一个 要守戒律 要严格地守戒律 人在世 心要出世 七为蓬来 子为伴 都要干干净净 清清净净 一尘不染 所以我们的心 如果你是干扰你自己 常常心不干净 一动就是不干净 一动就是不干净 自己制造烦恼 自己干扰自己 自己 你攻发你自己的心 这样自己的智慧 就会慢慢地消失了 所以咱们现在的 好像是这个思考 没有什么智慧的 就是你自己 不清净 不干净 切意戒指 要大家小心 所以意念要干净 没有烦恼 一切顺其自然 没有烦恼的这种污染 就叫做真地干净 我们修道人 应该要安平乐道 虽欲而难 圣们都好 你来顺受 都是快乐 顺来逆受 也是快乐 如果一个人 常常是快乐 乐道 自然明知为静 都是非常的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如果 如果 你常常有烦恼 就好比是 一个人 自找烦恼 世上本屋是 容忍自扰之 自己 自己找烦恼 困坐 困坐 愁成 天天自己烦恼 思欲 杂念太多 影响你的心 不干净 自然身体 也就不健康 所以心要 干净 手要 口 口也要干净 身也要干净 这句话 再增强调 坚守戒略 要严格地 要求自己 要严格地 坚守戒略 那你的自信 就会光明 那你的智慧 好像全员 取之不尽 所以我今天讲到 静静静 我们修行人 慢慢地来 慢慢地练 如果练到 都能够做到 静静静 三不恭呼 那你这种人 是无往不利 到哪儿去 人人都欢迎你 老天也喜欢你 因为你太干净了 帮助你 老天也帮助你 大家也喜欢你 也愿意帮助你 那你就将来办什么事 一定会成功 所以我今天呢 就是讲这个 静静静 三不恭呼 我也是做不好 不错 可是我要是 朝向这种方向 搭造了静静静 就所谓是 要修到要真修 没有真修下功呼 这个是不可以的 那好的 祝大家身体健康 圣还如意 好的 我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双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徒儿受考 谁会好过 你们想想看 咱们师徒如父子 你们都是老师的心头肉 受了伤 老师难道不难过吗 整个人的脸 整个人的心 带着一种疑惑 此刻不是梦 看你的表情 似乎太多执着 请你聆听我的心话 当作小声朋友 给我最深层的心 想起深重 心伤开的花 景色依旧如昨 我 想从前的你和现在的你 不禁焦然干过 转变让人无法琢磨 渐渐爬向伤痕 给我最上风的泪 我的泪 谁人能体会 总是这样雨也为你碎呀碎 我的泪 对天流几回 沉痛心中都是一只碎呀 整夜都后悔 你们受了考 想休息 老师不伤心吗 可是伤心归伤心 往往只能求天来相助 求佛来帮忙 激功早已无形无相 就算在旁边喊破了嘴 你们谁愿意离我这个傻和尚呢 整个人的脸 整个人的心 带着一种疑惑 此刻不是梦 看你的表情 似乎太多执着 请你聆听我的心话 当作相识朋友 给我最深沉的心 想起云山中心盛开的花 景色依旧如座 想从前的你和现在的你 不禁将人难过 转变让人无法捉摸 渐渐放下伤痕 给我催上风的泪 我的泪 谁人能体会 总是这样日夜为你随 随呀随 我的泪 对天流几回 沉痛心中更是一只随 啊 整夜如河水 我的泪 谁人能体会 我的泪 总是这样日夜为你随 啊 随 我的泪 对天流几回 沉痛心中更是一只随 啊 整夜如河水 希望徒儿们来日 依着光明的路去走 不要再让你们的心再流浪了 千言万语难道尽 只希望徒儿时常回来见为师 不是回来佛堂才能够见到为师 只要你心中 有我这个傻季癫 我永远在你们身边 时时刻刻 为师都跟你们在一起 好不好 好 不相信人匆匆过 没有人能回头来看我 我只适合流着泪 走在那街上的落花人 没人 尝尝� casualties 啊 狂奏 走在雨里 你也不会为我难心疯 燥lichen 琴额 尋找我的孤狼 我只想要和你一起悲响 不管风浪千丈 却要哭在身旁 若是真的这么想 走遍红尘尋找我的孤狼 理想之前我要四处盼望 看见徒儿流泪 老是心碎干涉 将我如何放得下 为时我爱徒儿永不改变 今天不因为徒儿一时的迷失自我 为时就放弃你们 为时我舍不得你们 因为一离别之后 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再看到 今天发心的你 以后会变得如何 我认为是强求 没有人会知道我脆弱 看见我走在雨里 你也不会为我来心疼 走遍红尘寻找我的孤狼 我只想要和你一起悲响 不悲响红尘寻找我的孤狼 都是真的这么想 走遍红尘寻找我的孤狼 你下只想我要四处盘 看见徒儿流泪 老是心碎干涉 将我如何放得下 为时我来到这里 付出一切都心甘情愿 即使徒儿们不采不离 不想接受不想听 为时我也心甘情愿 无愿由 感觉出来 很悲响... Ży spaces 喜 喜 伟宗 万生之门 笑为极 离尽尊情如活佛 成就生命的意义 父母恩德 忠如生 职恩 保安 不忘本 作人因谁要死缘 才不愧对父母恩 百山笑为寿 乌鸦上至帆布 羔羊亦之贵乳 今知笑者是为能样 至于全马皆能有样 不尽何以别乎 小羊归不 比母孙母义 感念母恩 手入共身体 喜落地 自拍如今里 小羊儿 天心有道理 百恨万山笑为寿 当之笑字是根源 念佛行善也是笑 笑掌佛力超九天 人间笑道 即时莫痴疑 一朝与风 凡不摸一切 赴神兵是为自老成吉 母心有时有而为成吉 母心有时有而为成吉 父母恩 父母一窗飞 苦盼子女的消息 多少风霜的堆积 双情容烟已坚昂 莫道忏悔时 未能报道 父母恩 人世间最至深的悲怆 就是紫玉阳而轻不淡 诸事不顺 音不孝 福禄皆由孝自得 处世唯有小力大 笑能感动地和天 多少浮云有此梦 奔波前程远向你 父母一窗飞 护盼子女的消息 多少风霜的堆积 多少风霜的堆积 双情容烟已坚昂 过道成鬼是 未能报道 父母恩 吹顾佩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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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给双亲一生感恩你 给双亲一生感恩你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轻不带 人世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天伦